我来大姨妈让你买个卫生巾就这么难吗 我一直男哪懂这个 哎你表妹来了 这没有什么事了吧 站住 我们分手吧 你真要因为这点小事就跟他分手吗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直男 他们口中的不懂不会 根本就是不想不愿意罢了 男朋友好像也一直以钢铁直男辞聚 月月你看我买的最新款口红 哇这四号好显白啊 阿絮你觉得怎么样 我一个直男实在搞不懂你们女生的口红嗣号 正好今天你过生日 我给你转账 你自己挑一个吧 你搞笑吧 这口红至少要三百块钱 你给他转这点钱 我又搞不懂这些口红的牌子 那要不我再给你转点 不用了 你一个直男不懂这些很正常 心意到了就行了 你发小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啊 他从外地过来玩两天 没带换洗衣服 我就拿了件你的帽子 那不是我们的青女装啊 我一个直男也没想这么多 没事 我让他洗干净再还给你就得了吧 妈 哎 快进来 阿姨 阿姨 我听月月说您喜欢何天玉的镯子 我就特意托人给您带了衣服 哎 谢谢啊 月月 阿许家条件不好 我也没要求过他什么吧 可他也不能拿个假镯子不能我吧 不能吧 您不会看错了吧 你妈我玩镯子十几年了 这是真是假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不起啊妈 阿许 可能就是太直男了 肯定是不懂这些东西 让人家给骗了 等回头 我提醒一下他 月月 现在市场上卖假货 以后啊 你跟他交往 还是有个新眼吧 以前我也以为他是直男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今天在他锁着的朋友圈里 看见他给前任煮的红糖水 还有买的各种节日精 你才知道 他是在我面前装直男罢了 我跟你讲 能拿零分卷的 可是所有答案都熟知在心的 现在想来 直男只不过是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借口 我也该清醒 你刷我信用卡了 对啊 你不是说你这个直男 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生日礼物吗 我就自己刷你的卡 买了套护肤品 可是你这样就没有惊喜了呀 你不是说女孩子都喜欢要惊喜的吗 没事 我理解你这个直男不懂这些 以后有什么节日 我就刷你的卡 买点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你这 刚才大冒险喝酒杯酒 你为什么让我跟文文喝 我开车了不能喝酒 放心你跟文文都穿过行李装了 他可叫杯酒怎么了 那能一样吗 他现在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更何况男女有别 你知道吗 原来你知道男女有别 你为什么要擅自把我送你妈的镯子送给我客户啊 听你说那个客户也喜欢何婷玉 我就把那个镯子忍痛可爱给他了 那你也不能送那个 你知不知道那个是验 赝品是吧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你送我妈的镯子是假的对吧 不是 月月你听我解释 够了 直男还没装够是吧 你这么暗言 怎么不去当影帝呢 不是 月月 我是真的不懂那些 别装了 其实你什么都懂 你只不过是打着直男的旗号 掩盖你扎的本质 在感情里自私的不付出不主动 分手吧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直男 只是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花心思的借口吧 在感情里自私自身上花心思的